盖茨不意外地拿下世界首富 股神巴菲特第三名 大陆由万达集团的王健林重登首富宝座 台湾首富是旺旺集团董事长蔡延明 《奉比士》杂志公布2015全球富豪排名 维远创办人比尔盖茨 以将近2.5兆台币的身家 21年来第16度夺下世界首富 Bill Gates has been named the richest man on the planet for the 16th time according to the Forbes list 而股神巴菲特则是受惠于 最近一波股价强势上涨 以2.29兆台币夺下全球第三 脸书创办人祖克博排名16 他也是40岁以下最富有的竞榜富豪 而52岁的篮球之神Michael Jordan 以315亿台币首次入榜 而大陆首富则是万达集团的王健林 以7644亿的家产夺得全球第29名 做起富不是我的奋努目标 是想把公司做成超级的跨国企业 身家大约7170亿台币的马云 排名全球第三十三 台湾首富则是由旺旺集团的主席蔡衍明 以2811亿台币夺下 在全球排名第147 这也是他连续四年 蝉联台湾首富宝座 记者综合报道